哈喽 传言家们 今天企业经营还顺利吗 这个影片要与你分享的是 真名智能商业二十奖的第十四奖 活数据 流动 创造价值 如果你有在关心最新的产业资讯的话 你会发现 最近那个区块链啊 大数据啊 人工智慧啊 这些都很夯 都一直有人在提起 那我们先不要说其他的 先讲大数据好了 今天文章分享的就是 大数据这个议题虽然吵得很热 我们要如何使用才能创造价值 OK 提起大数据 你会想到什么 以我自己先前的想法 对大数据的观念就是 我可以通过收集很多顾客的数据 然后去优化我的行销流程 或者我的商业战略等等 可是说真的 具体来讲 我并不知道要如何去执行 又或者不要讲到具体执行好了 先讲一个步骤大概 我也不太清楚 如果你也跟我有一样的疑问 那今天的文章就是为解答你的疑惑所准备的 真名教授在这边说的并不是单纯的大数据 他讲的是在实操方面很有价值的新概念 叫做活数据 那大数据和活数据的差别在哪里呢 大数据讲的就是大量多样快速高质量的数据 这四个词都在描述一个事实 描述这个数据很大很快 那他能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做商业决策呢 数据足够大就可以了吗 我们要如何善用这些超级庞大的数据呢 说真的 数据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驾驭 去使用 去优化我们的商业决策 甚至还可能变成一个庞大的负担 那曾明教授在这边提出的是一个活数据的概念 这个活数据有两个概念 第一 数据是上线的 是连网路的 是可以随时被使用的 第二 数据是能被活用的 是能够不断地被消化处理 产生增值服务的 同时又产生更多的数据 形成数据回流 好优化我们的商业决策 这样讲可能有点笼统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活数据的三个重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 活数据是全本记录 而不是样本抽查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传统时代呢 收集数据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你要先有问题 再设计问卷调查 再去找人专门填写这个问卷 最后才能收集到一些数据 虽然这种统计方法 取得的随机样本数量 可以相当程度上推导出 全局的特征 可是商业的环境 尤其现在资讯商业的环境 是非常动态的 是不断变化的 这种传统时代收集数据的方法 都要隔很长的时间 才能收集到一定的样本 它再怎么样 也只能抓到填写问卷的 当下的那个时刻的 时间点的数据而已 并没有办法做到一个 全面性的动态性的数据统计 但在网络上 透过一些数据收集的方式 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说 你的粉丝 你的访客 你的顾客 他们在网络上 做了哪些行为 留下哪些清晰的脚印 你都可以透过一些工具 把他们这些行为 直接记录下来 填写问卷时 他们还不一定讲真话 可当你在后台 看到他们的数据时 你就可以清楚知道说 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甚至还不需要用问卷去抽样调查呢 活数据的第二个特点是 先有数据 后有洞察 刚有说到 传统问卷调查方式 都是先制定一个问题 再设计问卷调查 再去找人专门填写问卷 然后才是收集到一些数据 这中间最麻烦的是 如果你在过程当中 发现自己遗漏了什么问题 或想到了什么新的问题 机器物就必须要一切重新重来 所有轮程都要再走一遍 所有问题 所有问卷 都要再重新设计 重新生成一遍 然后你还要再去找新的相关人等 去填写这些问卷 但在活数据时代 这整个做法是颠倒过来的 由于数据储存和计算的成本够低 我们可以先把所有相关的数据都记录下来 就像上一个重年所提到的全本记录 当收集了这些数据之后 才有分析与洞察 直到说粉丝喜欢什么 顾客买了什么等等 我们可以反过来做出更好的商业决策 那活数据的第三个重要特点就是 数据一定一定一定要被活用 如果只是单纯的收集数据 那只会让数据越来越庞大 但没办法产生出任何的价值 你看前面我们先收集了海量数据 并且透过这些数据去洞察出说 整个商业的脉络到底往什么方向发展 好支援出我们商业决策后执行 而当执行之后 我们又有新的数据产生 又可以回馈给我们 好优化我们的商业决策 这三个特征结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反馈闭环的概念 活数据可以让这整个的反馈闭环 活动并且跑起来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数据要如何被活用 一般人听到大数据可能会觉得 这个东西好像很庞大 跟我又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就是一个小公司 数据量又不大 我干嘛需要用这些东西 可是如果以活数据的角度来看 数据的大或小并不是重点 而是这个数据能不能真正对你有帮助 你要试着去收集只属于你小公司的数据 你要试着去收集只有你小公司才有的顾客资料 当这些数据这些资料都收集齐全之后 你一定要试着让机器来帮你做决策 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 我最近就在FB的广告后台 看到了人工智慧帮我下决定的那个实际的场景 在过往我下FB广告的时候 都有十几二十个不同的数据要盯 每一个数据的意义又都不一样 如果我的最终目的是要让顾客能够买单 我就要去盯行销流程 每一个环节的转换率 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还要不断的测试与优化 那现在FB广告后台就很简单 我只要把一些基本的设定设定好 我只要跟他讲我最终目的是要什么 钱烧下去 人工智慧就会帮我优化这整个环节 我所要做的决策 就是看最终结果 我满不满意 要不要继续把这人工智慧给开起来 又或者要不要增加我的广告预算 淘宝那边也一样 他们早期的数据部门呢 也是希望帮卖家做很多的数据化运营 他们就给了淘宝卖家超多的分析数据 可是发现这些卖家使用率非常低 所产生的效果也非常不好 他们后来意识到 卖家真正要的不是去理解这些数据 而是要让这些数据能够直接帮助他们 更好更快的做决策 后面他们反而去做一个按钮 告诉卖家你只要按下这个按钮 你整个店铺的排列 就会透过大数据和人工智慧 帮你自动重新排列 自动优化 然后自动帮你带动更多的营业额 哇哦你看 这是不是很酷啊 OK回过头来 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企业 给智慧化 智能化 如果你是大数据公司 人工智慧公司 你千万不要收集了一大堆数据之后 塞给你的顾客 叫他们自己做决策 你应该要做的 是帮他们收集这些数据 并且用一个人工智慧 帮他们优化他们的商业决策 让他们可以付钱 打开人工智慧的开关 享受人工智慧带来的便利与业绩 如果你是个人 你是小企业 你要做的 是要把你的所有核心业务连上网 把买卖过程当中的所有数据 全部收集起来 并且不断地去思考说 你的业务环节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是可以被机器给取代的 是可以让人工智慧来帮忙的 当你能够把数据上线 当你能够找到适合的人工智慧 帮你优化所有的商业决策 你的企业就会是一个网络时代的新物种 你就能踩上智能商业的快车 比别人还要加速演化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我是华尔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看完今天影片 若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又不想错过下个影片的话 你可以选择订阅我的影片 如果你是从FB上面看到的话 请记得按赞并且点击抢先看 如果你是YouTube上面看到的话 请记得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又或者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话 也欢迎你到我的官网上去看看哦